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宝庆本来就不把人数众多的358团放在眼里 为何却害怕一个没听说过名字的孔杰呢? 谢宝庆不怕金随军 却害怕八路军 这全都要归功于一名小战士 就在孔杰上前栏下了谢宝庆以后 双方有过一番对话 孔杰表示看在他的面子下 将这些东西交给他 然后经过他的手 再交付楚云飞 谢宝庆毕竟是土匪头子 所以还是见过世面的 说话还非常的缓和 不过他旁边的土匪却发话了 开玩笑 弟兄们都是干这个的 给了你们面子 我们都喝西北风去 此时 孔杰身边一个骑着马的战士 直接掏出了枪 并回应说 你他妈的 放肆 活你了不是 机枪上膛 也就是这个战士的霸气回应 土匪们最终是送了下来 楚云飞的手中虽说有五千余人 装备也很厉害 但是其战斗力实在是太差 谢宝庆这边在下手的时候 358团的士兵居然以居反抗的话都没有 直接是举手投降了 很明显 谢宝庆非常了解358团是个什么样的实力 虽说是正规部队 其实实力也就比保安团墙上那么一点 不然这小鬼子也进不了山西 土匪们虽然不了解孔杰是什么人 但八路军的这个番号还是挺响亮的 再进西北这一地界 八路军曾打下太多的漂亮仗 就连小鬼子都知道八路的厉害 何况是一个土匪呢 而且孔杰身边的那个小战士身上透露出一股杀气 说明这些士兵一定不是耸货 打起来一定是要吃亏的 所以谢宝庆就这样带着人跑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